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国民党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大选 迎战民进党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 韩国瑜将在这个星期天9月8号回到他的出生地新北市 举办第一场的肇事大会 来到新北市最近网路上喊出的韩朱沛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仍会到场吗 朱立伦是依照既定的行程 这一天应该是仍在日本参访 看来是真的到不了 前任市长朱立伦另有行程仍在国外 那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他还是维持一贯的态度 闲凭市政 当天是行程满满 应该就赶不过去了 其实我每天防河市政 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处理得很桌前 勤力在充斥市政 所以有一些政治的新闻 这个太多了 太杂了 其实我都没有仔细去用心的看 像类似这些传言我都还不知道 那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好好的静下心 点点做事 要认真打拼 这几天任何公开场合要不要参加新北市第一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肇事大会 媒体都会主动提问 侯友宜的答案没变过 一贯的立场 一致的答案 视证为优先 看来侯友宜要不要帮韩国瑜助选 选择何时出马 媒体真的还有得追 毕竟400万人口的新北市 侯友宜可是蓝银的大当家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 新北报道 你暂时侯友宜 难道 尸俄 来 来 我 那 我们 智羽 我们 全部 知道 守